沒有麥克風 救護車勒 很漂亮吧 我剛剛唱一遍你應該會唱的吧 就跟這個表情不知道差不多 就很靠 因為我還沒嫁啊 我還沒有唱過新娘殺 我從來不會唱殺的 我不唱殺的就是 各自加油 我們跟我們之間在競爭 我們就是在旁邊飄的 我覺得應該是黃浩婷 我跟他最熟了 我覺得他感覺 就是好像蠻有深度的 而且就是唱台語這樣 我憑良心講我覺得 其實大家都還比我還強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最不可能的應該就是 我自己不會再講到 全部都是欸 他們都很厲害 我想我這次就是去 幫忙鼓掌就好了 我覺得對啊 大家都各劇風格 所以真的 如果我今天 跳出一個局外人來看 其他這四組 如果我當評審 我覺得會蠻難評的 他們真的都蠻厲害 像嘉惠姐嘛 覺得她很有機會可能是 史上第一個 又是中文 又是柯宇的歌后 我覺得第一個 最大的競爭對手就是 卑鄙老師 我們好像覺得會有兩個人 往上互打 我想一下 我覺得 邱鳳姐 讓我覺得很厲害耶 她很有心或是很專業的 想要去做一些改變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很厲害 因為她的聲音實在是無法忘懷耶 當然是 因為她自己會創作 我也很欣賞她啦 當然是Agera大哥 對啊 因為從 真的是 不能不要說從小啦 就是因為 就是Agera先生 因為我從 我們從很年輕 甚至就是 從 我記憶以來 我就是會聽到她的歌 你問我這個問題 你知道誰跟我一起入圍嗎 有阿極仔大哥耶 你知道阿極仔大哥 在唱歌的時候 我幼稚園剛畢業 小時候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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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極仔大哥 可能就是 記憶人會聽到她的歌 我覺得 有可能是 我是有點著名吧 然後 我比較年輕 其他音樂的人 看起來都很成功 對對對 我們比較值得 被鼓勵一下 我們剛剛去受上一個訪問 然後剛好認識那個攝影師 就知道說 哇 你們今天還是穿得一樣 長得漂亮吧 開玩笑的 大家都很漂亮 按照外表還可以啦 因為其他都滿粗獷的 如果如果長相的話 應該是長相吧 按照外表還可以啦 如果如果長相的話 是 最佳新人 如果要以這個字面上的 新人的話 我才是最新的 因為我現在還在那個歌壇 還沒有很 很 那個地位還沒有很穩定 因為秋鳳姐已經是 你知道 天后啊 大家都知道你的成名曲 所以我想說 可不可以再給我一點成長的機會 謝謝 就是看像這種 我還在努力在學唱歌 大概學了一年之後 就可以發一張專輯 你看 五音不全的狀態 可以變成是一個新人獎 所以鼓勵大家就是 對 還是要建立自己的一個自信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 最不可能應該就是我自己 不會這樣講 所有的入圍者 我發現我的歌是最親民 然後旋律最朗朗上口 我剛剛唱的一遍 你應該會唱了吧 如果你要學Masca的 或是學葛西娃的 鳳雀你們還是學我的比較快 我們一起加油 我不管 我不管你們今天是怎樣 過個十年 說不定你們沒辦法唱了 但是我還是可以唱的 我很年輕 我從來不會嗆聲的 我不嗆聲的 就是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就是 我和我們分享 也是 我有點追求 那裡 我也曾做不到 deficits 會感到 很多小數本